雙十國慶 有不少醫院都吸引國慶寶寶的到來 不過少子化的問題嚴重 去年臺灣新生兒只有十三點八萬人 創下歷史新低 有婦產科醫師預估 今年恐怕還會持續下坦 四十一歲的陳小姐 原本預產期在十月下旬 沒想到因為認診血糖偏高 提早到醫院催生 十號凌晨剖腹產 生下三千三百公克的寶貝女兒 意外成為國慶寶寶 夫妻倆迎接家中第一個小baby 爸爸還激動到哽咽落淚 第一胎嘛 然後又是女兒 這個女兒就是我所謂的 人家講的前世的情人 超開心的 昨天她剛出生那一瞬間我還哭了 還滴了兩三滴眼淚 預產期的話是十月十九 那因為寶寶是比較大一些 雙十國慶日醫院產房陸續傳來好消息 例如臺安醫院上午就誕生三位國慶寶寶 新光醫院有四位 新竹市也有九位國慶寶寶 不過都是個位數 有婦產科醫師表示 受大環境因素影響 部分年輕人不婚不生 少子化問題嚴重 去年臺灣新生兒人數 只有十三點八萬人創歷史新低 今年恐怕還會持續下探 今年到六月三十號 我們全臺灣的出生率還不到六萬 那去年的總總統是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六個新生兒 所以六月底還沒有到六萬 是比去年還要少很多 所以理論上今年一定會比去年少 醫師提醒有生育規劃的夫妻 應把握二十五到三十四歲 最佳生育年齡 並落實定期產檢 降低高危險認證的風險 共同守護媽媽和寶寶的健康 記者 老實名林之間 台報道